巴以关系的持续紧张已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话题。巴以之间的冲突激化,对于未来的国际形势产生的影响已是不可忽视的变量,同时也可能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去年的俄乌危机让我们看到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重要性。 在和平繁荣的时期,其影响可能会被淡化。但每当世界面临重大变革时,地缘因素都会成为决定性的影响因子。 例如,1929年的大萧条和1974年的经济危机都与大的地缘政治事件相伴随。目前,世界正在经历一个世纪以来罕见的巨变,地缘政治和经济的作用也因此变得尤为重要。 要深入了解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地缘政治的变动。谈论经济和金融,如果不考虑国际和地缘形势,那就是盲人摸象,言之无误。 现在,巴以冲突的影响已远超众人之预期。我坚信,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接下来,巴以的冲突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巴以冲突与俄乌冲突有所不同。 尽管俄乌冲突持续了超过一年,并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但其风险仍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未导致其他国家卷入。 相比之下,如果巴以冲突升级失控,它可能会牵涉到更多的国家,这无疑是最大的风险所在。 在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以及东亚地区存在潜在地缘政治风险的背景下,巴以冲突的失控可能会引发的连锁反应,其影响甚至可能超越俄乌冲突。 这不仅可能导致第六次中东战争的爆发,更有可能进一步蔓延。 如果巴以冲突能够得到控制,那么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冲击就会相对有限。 按照我之前的预测,全球经济危机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杠两年爆发。 但如果巴以冲突失控,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可能会被提前。 因此,我们必须持续关注巴以局势的发展。 有人可能会好奇如何第一时间了解局势的变化。 我认为,金融市场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线索。 金融市场是对各种消息反应最快的地方,尤其是大资金运作时。 比如,对于中东地区的巴以局势,只要出现明显变化,金融市场上会第一时间反映出这些变化。 当巴以局势趋于稳定时,短期内我们可以预见黄金价格下滑,油价下跌,而股市则会上涨。 相反,如果局势逐步紧张,黄金和油价都会走高,而股市则会受到冲击。 以最近的情况为例,上周五,由于巴以紧张关系持续升级,导致国际油价猛增5.5%,同日,伦敦黄金价格也涨了3.2%,这样的涨幅对黄金而言极为罕见,几乎抵消了9月的所有跌幅。 这种情况下的黄金上涨,油价增长和股市下跌,一般被视为典型的避险行为。 通常,这样的避险波动还伴随着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下降。 在过去的大型危机中,当资金难以找到安全的避险港时,大量资金会流向美国国债。 例如,在10月7日巴以冲突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从4.8%迅速下滑至4.55%。 于10月12日,美债收益率出现明显上涨。 尽管当时巴以之间的紧张局势并未得到缓解,但这一波动主要是受到美国公布的9月份通胀率超出预期的影响,增强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紧接着,在10月13日凌晨一点,消息传出以色列军方已通知联合国,要求加沙北部的110万居民在24小时内转移到加沙南部。 这一刻刻的要求,进一步加剧了巴以局势的紧张。 结果,美债收益率在当日凌晨一点半后迅速从前一波上涨,转向大幅回落,反映出有大量避险资金流入美债市场,从而推高了其价格,导致收益率的回落。 同时,油价的上升也增加了通胀的担忧,这也增强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进而对美债价格产生压力,导致收益率上涨。 因此,本周美债收益率再度上扬。 但目前,由于美债市场面临流动性风险,它不再是判断巴以局势的最佳指标。 更为直观的指标是,黄金和石油的价格走势,它们能迅速反映出巴以局势的变动。 不过,这仅适用于短期分析,因为黄金和石油的长期走势还需考虑其他内在因素。 如果巴以危机能够得到解决,黄金和石油价格将会回归其长期走势,但若巴以危机持续并进一步恶化,那么它可能触发类似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这对黄金和石油的短期价格影响将会非常显著。 除金融市场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官方的态度变化,来获取巴以局势的最新信息。 近期,王毅在多个场合对巴勒斯坦问题表达了明确态度。 10月12日,王毅与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通话,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为中东核心问题,关键是巴勒斯坦人民一直未得到应有的公正待遇。 10月13日,在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记者会后,王毅提及以色列人民的安全已得到保障,但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权与回归家园的权利仍然受到忽视。 他还指出,巴勒斯坦的布公已经持续超过半个世纪涉及几代人的苦难,这种状况不应再继续。 10月14日,与美国布林肯通话时,王毅呼吁大国在处理国际热点问题时应持中立,保持冷静,遵循国际法。 同日,与沙特外交大臣通话,王毅首次明确指出以色列的某些行动已超出自卫的范畴,并强调中方反对任何损害平民的行为,因为这违背人的基本良知和国际法的准则。 10月15日,王毅与伊朗外长通话,再次强调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长期被忽视是巴以局势恶化的根本原因。 他表示,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与公正的一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权利的正义事业。 在12日和13日的发言中,尚未明确提及以色列。 到了14日,明确指出了以色列。 而15日,更是直接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捍卫自己的民族权益。 这些逐渐明确的立场,反映了以色列的行为,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以色列的失控行为 1.在10月14日,仅因联合国中东问题特使与伊朗外交部长的会面,以色列便宣布与特使切断关系,直至其指责伊朗。 2.到了10月15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表示,为了以色列的安全,他们将在中东任何位置采取行动。 10月16日,关于以色列同意在加沙南部实现短暂停火,并开放拉法国境点以供应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的报道,被以色列政府否认。 11.然而,早些时候,阿拉伯电视台报道了以色列国防军与哈马斯双方已经同意在加沙南部停火5小时,允许外国人和援助物资进出。 11.这本应是一个简单且合理的举措,但仅仅5小时的暂停,以色列似乎都不愿意同意。 11.今天,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提到,目前,中伊之间的商业航班仍在正常运营。 11.我们建议中国公民若有需要,考虑搭乘这些航班回国。 11.这虽然只是一个建议,但在外交语境中的尽快回国意味深长,表明局势紧张,但未完全失控。 11.再观察美国的态度。 11.10月15日,拜登总统明确指出,美国并不打算直接介入这次的中东冲突,强调以色列有能力自卫,并表示,我保证我们会提供以色列所需的援助。 11.这意味着,拜登信任以色列军队的实力。 11.但如果以色列的军队实际表现不佳会怎样? 11.拜登进一步表示,他坚信哈马斯需要被制止,同时,也应该为巴勒斯坦创设一个未来的出路。 11.他还强调,重新占领加沙对以色列是不利的,并认为,加沙的平民应得到基本生活所需。 11.但以色列总统在13日的言论与此相左,认为加沙并无真正的无辜平民,这使得拜登的表态显得尴尬。 11.美国现在正试图平衡与以色列的紧密关系和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的需要。 11.随着以色列逐渐转向极右,美国难以避免被卷入局势中。 11.关键在于以色列进攻加沙后的表现。 11.如果以色列能有效控制局势,美国只需提供后勤支援,但如果以色列陷入困境,那么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可能会行动,从而可能迫使美国直接介入,这对美国无疑是一个困境。 11.结合以往的历史记录,我个人认为以色列陆军可能面临一些挑战,特别是考虑到2006年之后的表现。 11.随着以色列转向极右,转向极右,转向极右。